香腸熟肉是台南市的下午茶点心 老台南人口中的沙卡里巴 在台南康乐市场里 就有一间开了近百年的香肠熟肉店 卖着香肠 米肠 虾卷等超过20种点心菜色 招牌的古早味香肠切块之后 会散发阵阵的酒香 口感扎实有嚼劲 蘸着特制的酱料一起吃很对味 而另外很受客人欢迎的 还有炸的金黄酥香的虾卷 咬下后能尝到鼻齐的脆口和虾仁的鲜甜 任人一口就停不下来 因为香肠也是用烤的 糟肉也是用烤的 南部人讲台语的话说 还不到中午时段台南康乐市场里的这间香肠熟肉老店早已原声鼎沸 台面上香肠 米肠和虾卷超过20种菜色堆成小山 就等着熟门熟肉的在地人早过带走 吃40几年了 以前这里是沙高里吧 就很多家现在就剩这几家 那我们台南人在地的如果说香肠熟肉 我们就指定这一家 你在用餐的时间吃也可以 你要用点心来做来吃也可以 传统的老的可能现在剩下他这一家 康乐市场日志时期叫做沙卡里巴 是庶民小吃的集散地 一道道香肠熟肉 满载着在地人的成长记忆 真家兄弟俩一大早起床备料 用时间换取美味 要做家传的招牌香肠 大哥粘制能先调制烟酱 再把新鲜的猪户腿肉搅碎 夹紧烟酱拌匀 从我爷爷那时候传下来的秘方 里面有甘草还有酱油 近几年来我又加了成年绍兴 它可以去腥味提香气 腌制入味的深色绞肉 粘制能小心翼翼把它灌进肠衣 每一条都要灌得饱满 放上煎锅后又是一连串细功 只要一不小心就会破掉 要煎的好吃有诀窍 这边有一个绿油孔 以前没有用这个烤纸的时候 它油一上来它就流下去了 所以很容易破掉 那现在我用烤纸的话 它上面就会有一层油 这样子火可以大一点点 也比较不容易烤焦 胖多多的香肠在锅中煎到焦香 煎得油亮亮的香肠切快喝 散发振振酒香 肉质扎实有嚼劲 吃许多在地人记忆中的滋味 它就是人家那个传统的古老的味道 那种香肠比较没有轻微 它味道蛮合适的 因为外面香肠就是比较咸 但它味道没有那么咸这样子 然后就肉比较大块这样 里面包的肉比较大块 让人想念的古早味 还有这道蟹圆 用猪油虾仁和碧脐取代水肉 玻璃籽 玻璃籽上面要沾实 然后下去蒸 那才不会黏在一起 经过高温蒸汽洗礼 现任呈现诱人的金黄色 切开来吃口感软綿香甜 里头戴着碧脐的爽脆 味道鲜美 专家的香肠熟肉 专家的香肠熟肉 许多老台南人从小吃到大 当初第一代挑着扁担 严接叫卖 在当地经营已将近百年 那时候是日记时代就有在卖 然后光复的时候 才固定在一个摊子上面卖 以前是有钱人才能够吃的东西 是最几年房境的改变 所以说已经普遍化了 尽管从阿舍籍的美食 变成庶民小吃 但不变的是延续狼狈的做法 包容传统口味 像是虾卷就放进芝麻粉甜味 用猪油鲜虾来增添口感 搅拌入味的虾卷内馅 接着被迅速捏进了薄薄的豆皮里 再下油锅炸到酥香 成了在地人最爱的炸虾卷 这我是认为很好 跟其他的小姐比小 她也比较软硬的 可是小姐很硬 滚用的很多 直接使用豆腐皮去弄的 所以不太一样 兄弟俩忙碌同时 一旁高龄90岁的妈妈也陷不下来 帮忙备料整理 一忙就是大半天过去 我带他到来后 他就开始一直做工具 一直做工具 做到他会补补一下 赶哥又出来做 做到他吃饭饭回去 只要他喜欢就好了 你这个不让他做 那个不让他做 他就会生气 这是他的心灵进攻 生活状况 也很有古早味的粉肠 要能够重来软Q又扎实 加进了手工线切的 猪肚腿瘦肉 把馅料灌进肠衣 也一定要成手工 多少都会 走空气在里面 所以要终于 这些空气炒好出来 煮熟后的粉肠 三巴淡淡香香 能吃到肉块在里头 软嫩中带点较劲 让人吃热意有味尽 粉肠它这个里面都是有料的 一般外面的粉肠是加粉加了很多 就比较脆吧 然后吃起来没有外面的粉肠那么软 对 老店的经典料理 还有高龄90岁的专家老阿嬷 亲手饭的糯米肠 糯米软绵又带点弹性 里头大颗花生 更增添骨干与香气 糯米啊 不生啊 也不会太硬 也不会太软 它刚刚到位 刚刚好 米肠它口感还蛮扎实的 每一颗下去 都有很多花生在里面 专家百年点心 一代成一代 这几年摊子上也多了 第四代的年轻身影 继续传承老味道 站在我们上一代的 就是第三代的角色 是辅助第四代而已 就是看他们下一代要怎么去做 我们就这样子而已 最重要是把妈妈顾好 嗨 大家好 传承近百年的香肠熟肉 投入了专家一家四代人的用心 狗织员坚持古法 全手工 少量制作 要让这百年味道 在这坑路市场里继续飘香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车伦饼是台湾很常见的 古早味铜板美食 许多人都喜欢来上一颗 当做下午茶点心 宜兰东山 有一摊口味独特的车门饼 店里的口味多达十一种 尤其老板娘给料很大方 馅料多到连饼皮都盖不太起来 一口咬下就会爆脏 而招牌的酸菜口味 包进手炒酸菜和乳肉 搭配着花生粉 香菜 馅料非常丰富 宛如是缩小版的挂包 而另外还有高丽菜口味 则是加进了虾米香菇和豆皮等一起拌炒 吃起来浓郁枯味又清脆多汁 烫嘟嘟圆滚滚 随着高温不断散发着浓浓诱人香气 超大烤盘上烤着不同口味的车轮饼 有酸菜 青菜 高丽菜 还有地瓜 红豆等多达十一种口味 老板娘给料不手软 五彩缤纷的馅料堆成一座座小山 热腾腾 软呼呼 许多客人一拿到手就忍不住 大口咬下 美如很大 老板娘他是用那个 拔布卡拉你知道吗 那个拔布卡拉就这样狠狠的 很大力的这样给他摇下去 所以你摇下去就是包夹 就跟你的拳头一样大 我的晚餐只要吃两颗就够了 宜兰东山这间开业二十三年的车轮饼摊 每天下午一点半出摊 到晚上六点前一定卖光光 客人们随便买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在包 只怕慢一点就抢不到 它的红豆饼都很大 比外面的还要大 到假日的时候 每次从这边经过 就是一排长龙啦 你真的你临时要过来 你要买东西根本就是 看得到吃不到 人们 还有人 人们 婴儿 人们 没关系 也没关系 人们 自家人 如果您听不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